计划到一定程度了才会 我是为什么会在玩这个东西啊 这些东西也挺好玩的 这玩意叫小旺狗 小旧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叫小旺狗 山东的地摊上过年地摊上一块钱一个 我买了20个 我买了 我买了 快去日子没拍过了 Documentary怎么拍了 你有什么想法吗 日子还是得过的 Documentary Daylight也是一天天天要来的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好 这主要是一个就比较偏上于就是对世界的看法或者说是好羞耻 什么到大学以后的对大学的感觉啊 然后对我的生活的感觉啊 以及我还想说一下我周围的人啊什么的 就完全没有调理哦 所以就觉得怎么 他妈就有片子怎么拍咯 在某些地方有一点 有一点你的踪迹 当然大部分有点不太选 但是我觉得吧 把一个人 self-portrait这种事情拍得很整 就自己拍自己拍得很整也很难啊 就或者说感觉 但是没有就要注意啊 比方说你要问你来拍我就 可以啊 这就 这就 那里 我也不知道我会拍成什么样 然后你就 反正是反正是self-portrait嘛 我总觉得就拍我怎么会没有错 嗯 OK啊 来哦 好啊 来哦 好啊 好啊 哎 这里是 这里是汉子的进展二号 什么鬼啊 有过一段时间特别想当兵 嗯 就对规矩天生比较有种崇拜感吧 不然我就没有规矩不知道怎么活 不过你觉得我现在当成兵了吗 没有 再问什么 你欣赏一下我的宿舍 啦啦啦啦啦啦啦 就 还有我这个守规矩这件事情 我觉得 这本身也很扯 就 这哪里是守规矩的人的宿舍啊 天哪 今天不能考虑 不能太多考虑 骚扶水的事情 今天要好好演出 面色红润 我觉得一定没糊云 啊 泪双双成这样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要 我是要戴眼镜上台的 我为什么要画眼线 好 就这样 就这样 手并没有变得更像泪子 你就是一只铁骨张张的汉子 你就是一只铁骨张张的汉子 你在说什么呀 啊哈哈 这种时候再不要吵吵吵的吧 嗯 好了吗 好了 好了 我杨青这种东西就是卖闹的 二胡这种是明显就是 是打DPS的 然后像软拉这种打底的吗 就是拉梯的 就是肉盾 嗯 奶的话是什么呢 笛子吧 然后杨青是不得卖闹的 就你放在前 就像环虫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就在最前面 然后其实 你也有没有 就像环虫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东西 是 这个很正常的东西 很正常的东西 就是 这个很正常的东西 就是 这个很正常的东西 是 你在这边 这个很正常的东西 为什么啊 真的好忙啊 不要紧啊 等一下 等会帮我拍个照片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啊 好啊再见 非常感谢辛苦了 辛苦你啊 哎呦我没事的我就唱一唱而已 没关系的 昨天弄完一件大事 然而documentary 就没有头绪 我都得找个 方式来 兴奋一下 于是我到了这里 嗯 主品 就以声音动物做这个 documentary的主品你觉得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圈子应该 这样 把它全黑了 然后一切交给音效 就我们又说不清自己对吧 然后声音这种东西吧 就你们知道的 就各种音波混在一起 你是很难把切开来的 技术手段上来讲 降噪这件事情是非常恶心的 嗯 就是因为很难把那个单独的声音 从整段音波里面弄出来 嗯 那这也是一件搞不灵清的事情 我也是个搞不灵清的人觉得呢 我叫陈宇敏 今年二十 姓别女 香港城市大学的 约翠的学生 然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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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要讲我自己的事情了 然后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